女人看着一块冰 思考着要如何将它卖到几十倍的价格 几天后方案出来 把冰打碎加上蛋白酥 再焦点白蓝地 然后点火 着火的小花样 已经让碎冰增值不少 但还不够 火灭后将碎冰一口下肚 上层蛋白酥加咖啡汁的混合很好吃 到了下面还有梅汁糖浆 层次和味道都有了 这碗炒冰卖个高价 应该轻轻松松 但真正的问题是 这家店没有人气 要如何让新品广为人知 此时市井先生连夜写了炒冰之歌 他们要一边发传单 一边唱歌来宣传 至于谁来唱 因子指向小夕 内向的小夕打了退堂鼓 只能因子自己上 他五音不全 路人纷纷捂着耳朵 宣传策也被扔了 店里自然一个客人都没来 小夕说 他去市场看看 结果就捡到被扔掉的宣传单 想着嫂子对自己的帮助 想着一路辛苦才做出的炒冰 小夕决定站到台上 从刚开始的紧张 到后面的收放自如 优美的歌声 很快便吸引了路人驻足 店里也一下涌进了 很多人要吃炒冰 一口下肚 竟然大妈吃出了 甜甜色色的恋爱味 这声音瞬间就爆了起来 在市场的小夕一曲唱吧 转头竟然看到哥哥优太郎 优太郎看到一向胆小的小夕 能站到台前 也很欣慰 小夕给了他一张宣传话 优太郎立马转身去了店里 美味的炒冰 优太郎没吃几口 他是来劝妻子回家的 他说之前父亲来找过自己 父亲离开家 是因为无法平衡 静衣和大姐的矛盾 于是选择了逃避 自己也一直夹在 大姐和静衣之间 为了不惹怒二人 所以自己养成了说话钱 把手放在下巴上思考的毛病 自己也曾想过逃避 可不曾想遇到了你 遇到了你的家庭 我开始觉得 我不用逃避 我要和你一起 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别为父亲的家庭 我也曾考虑过 因为爱你 应该放开你的手 不让你蹚这趟浑水 但我做不到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宝物 所以我总担心 你被别人抢走 所以请不要抛弃我 牙医兹此刻以泪流满面 他当然不会抛弃他 他又何尝不是把优太郎 当作自己的宝物呢 牙医兹被优太郎请回了家 大姐自然是一脸失望 这一晚 优太郎定了规矩 允许牙医兹去看望父亲 至于要不要父亲回来 等大家统一意见了再说 但牙医兹已经笃定 最终大家都会接受公公的 他已经计划在天神祭的时候 把公公叫回来 正和小夕说着 婆婆静怡走过来问他 你公公真的还想着这个家吗 牙医兹立马回答是真的 还邀请婆婆和自己一起去看看公公 静怡一口回绝了 静怡走后 小夕告诉牙医兹 静怡本身很出名的异迹 到处都有她的明星照卖 结果被父亲用手段熟了出来 现在落得这幅光景 自然怨恨父亲 牙医兹带着小夕去看了公公 看见自己最小的女儿都这么大了 老头一时间竟不好意思 另一边的静怡去了祭馆 最近她都在这里叫三贤情 看见一个刚入馆的女孩被老板娘教训 静怡微笑着 她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老板娘说 已经听说正葬回来了 你们要不要和好 静怡一时间没有主意 老板娘又问她要不要回来工作 静怡同样没有主意 出了门 看见卖风铃的小贩走过 天神祭马上到了 当年她和正葬就是这天认识的 不知不觉 她去了正葬住的地方 屋里歌声不断 看见正葬玩得开心 静怡更是失落 夜里竟然大醉而归 嘴里还喊着哈蒙妮卡 雅艾兹从没见过静怡这样 很是吃惊 第二天更吃惊的是出现了 一向严肃的大姐何志 竟然自己一个人傻笑 还关心起静怡来 让雅艾兹给静怡准备点可口的 雅艾兹给静怡做了早餐 问起哈蒙妮卡是什么 静怡言辞闪烁 避而不谈 这更让雅艾兹感觉 这东西对静怡很重要 雅艾兹多方答听 从原态者得知 好像有人把猪类牌 叫哈蒙妮卡 也有人把剑鱼棋 叫哈蒙妮卡的 得到这个消息 雅艾兹晚餐做了猪类牌 还有剑鱼棋 结果都不是 还因为老旧的这事 惹静怡生气了 晚饭过后 犹太郎回来 像丢了魂一样 阿姨 啊 话在想 B就继续贵你了 喔